收到假钞追出 富人遭机车拖行百米 68岁女性富人大腿外侧大面积擦伤 让人看得实在不忍心 但这伤究竟是怎么来的 原来她每天都会到住家附近的市场摆摊卖鱼 但这一天一名年约40岁的女子 用100元人民币向她买了三条鱼 于是她随手找了79元给对方 但等对方离开后 她才发现那张百元钞票是假的 于是立刻追上前 但这时对方已经坐上机车准备离开 富人想都没想就拼命拉住机车 没想到对方不但没停车 反而加速往前骑 她被拖行了150多公尺 裤子都磨破了 路人见状赶紧帮忙把机车拦截下来 拿甲超买鱼的女子当场被抓住 但骑车的男子则逃逸无踪 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东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